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剧探先生频道,我一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男子在大街上狂歇女生裙子 还无人阻止的故事,冒牌天神 铁牛是一家电视台的娱乐记者 经常要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做出一些有损形象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他是嫌弃到不能够再嫌弃了 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 某天,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即将离职 这意味着这个位置会空出来,重新挑选主持人 铁牛的上级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试试现场直播 原以为这个空出来的位置会是自己的,却没想到 当他还在现场直播的时候,电视台直接宣布 主持人的位置给了他的死对头狗蛋 直到这个消息的铁牛心态爆炸,直接将这场现场直播给搞砸了 如此冲动的结果,当然就是被电视台扫地出门了 刚出电视台的门,他又因帮助一个乞丐大叔而被混混们群殴了一顿 晚上出门还因找女朋友阿花给的幸运手链 而发生了一场车祸 一戏之下,铁牛将手链给丢进了水里 这一系列倒霉的事情,铁牛都将他们怪罪在了上帝的身上 抱怨为何上帝如此不公平 这时候,他收到了一条面试通知 这对于刚失业的他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他根据电话内容,来到了一栋办公大楼里 这里非常空旷,除了一个白头发大叔之外 铁牛没有碰到任何人 这个白头发大叔就是给他打电话的面试官 同时也是上帝 铁牛只觉得眼前这个人脑子不太正常 哪有正常人会说自己是上帝的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才不得不相信 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他每天都在抱怨的上帝 上帝把他叫到这来 强行将自己的职位转交给这个每天都在吐槽自己的人 当他走出这个大厦的那一刻起 铁牛就拥有了上帝该有的技能 一开始,铁牛将自己碰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都当做自己的幻想 冷静下来之后,铁牛在一些东西上面实验了一下 结果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自带外挂的人 上帝看得玩得这么开心 趁机告诉了他两条禁令 一条是不能将自己的身份说出去 一条是不能干涉别人的主观意思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的铁牛 开始了他的报复社会计划 走在大街上,看小方拴不爽了 炸掉,想挑戏女孩了 裙子掀掉 看中衣服了,直接换掉 之前揍他的那几个混混 也被他用外挂给教训了一顿 此时的铁牛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回到家之后 看着奥花美丽的脸庞 铁牛心生意气 他见天上的月亮移得更近了一些 乌云全部抹掉 然后加上了一些不灵不灵的星星 在这浪漫的气氛之下 两人度过了愉快的一夜 次日醒来 铁牛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怎么脑子里一直都有人在讲话 仔细一听 原来是普通老百姓向上帝的祈愿 不过 他现在可没空去搭理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工作给抢回来 他利用自己的外挂 制造出一系列能够吸引大众注意的事件 然后假装刚好在现场的样子 将这些事情给报道出去 几次过后 铁牛顺利回到了电视台工作 并且成功挤掉狗蛋 成为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 这时候 他又听到了脑子里传来的别人的祷告声 上帝提醒他 他已经得到外挂一个多星期了 也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了 铁牛可没那么勤快 一个一个去弄 他利用电脑技术 一次性将所有人的祷告内容予以同意 庆功宴上 铁牛和短发妹狗大上了 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阿花给瞅见 他不想听铁牛狡辩 便离开了他的身边 铁牛试图用各种方式 在阿花面前刷存在感 让他消气 可不论他怎么做 阿花都不搭理他 他试图控制阿花的思想 让他主动拥抱自己 可他忘了一件事 上帝是不能够操控别人思想的 在阿花不搭理他的同时 城里发生了一件老百姓暴乱的事情 这是因为铁牛之前同意了 众人想中医等奖的祷告 导致每个人只分到了17块钱 这才会引发众怒 等他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时 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 万能的上帝出现在他的眼前 给他灌输了一大碗鸡汤 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而铁牛也辞去了主持人的工作 当回了他的娱乐记者 夜深人静之时 铁牛突然听见了阿花的祷告 他向上帝祈祷 让铁牛离开自己 虽然他很爱他 但他不想再受到伤害了 受到打击的铁牛出了一场车祸 一片朦胧之中 他又见到了上帝 于是 他向真正的上帝祈祷 希望阿花可以找到属于他的幸福 在病房里醒来的铁牛 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阿花 而之前那船被他丢掉的幸运手链 也被上帝送回了他的手中 从那之后 消除误会的铁牛和阿花 继续过着他们没修没臊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